大家好,今天花了三块钱买了一把新鲜的红薯叶,家人没说划算吗?红薯叶别总蒸着吃了,今天用红薯叶为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,有营养的新吃法,去饭店都吃不到哟,清香味美,少油又健康。做法简单,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 首先把洗干净的红薯叶放到菜板上,改刀先给它切成宽宽的长条,红薯枕也一块切进来,从中间再拦一刀,切好之后,放到一个大量的盆中,上面先放入少许的食用盐,先给它入味,再放点熟油,这样红薯叶颜色非常的翠绿, 左手再往里面打入一个母鸡蛋,炒拌均匀,来调味,放点鸡精,少许的调味料,放点切碎的胡萝卜更加营养,炒拌均匀,往里面倒入200克普通面粉,加入两克酵母,用筷子先给它炒拌均匀,如果里面太干的话,可以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, 把它调成一个面去,然后下手把它揉成面团,最后把它和成这种软硬适中的面团,不需要饧发,直接把它取出来,放到案板上,把它搓成长条, 搓好之后,上面撒点干面粉,来整理一下,用手把它揪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, 先取出来一个,菜板上先撒点干面粉,把它放到上面,揉一揉,揉成一个圆形, 揉好之后,把它翻过来,用手轻轻的把它按扁, 好了,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, 然后,蒸锅整理好,上面铺入一层隆屁布, 把我们做好的小圆饼,一个一个的放进来, 放到时候,不要挨得太紧,中间要留够一点空间, 上面盖上盖子,让它醒发至原来的1.5倍大, 打开看一下,用手一按,非常的鲜软, 像这样就说明醒发好了, 上面盖上盖子,水开上气即时,蒸8分钟, 接下来我们准备半个红椒,半个青椒, 改刀把它切碎, 切好之后,然后把它放到蒜腰子里面, 再放入一把大蒜子,调一下味儿,少许的盐, 鸡精,把它扎成蒜筋, 打好,放到小碗中, 锅里面倒点香油就可以了, 炒拌均匀, 时间到不需要煤,直接打开, 哇,漂亮, 一股红搜叶的清香扑鼻而来, 看一下,非常的鲜软, 现在把它取出来, 放到镂筐中, 一道非常好吃, 又营养的红薯叶发面小圆饼制作完成, 中间放入我们调好的蒜泥, 大家看一下, 非常的鲜软, 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, 拆开看一下里面, 哇, 连空气中都是红薯叶的清香, 蘸上我们砸好的蒜泥, 我先来替大家尝一下, 嗯, 清香味美, 老少介意, 让你吃一口不想起儿时的味道, 这样做出来, 比蒸着吃炒着吃, 都好吃又营养, 让你吃一口就停不下来嘴, 而且营养反备,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, 有时间做给家人来尝尝吧, 好了, 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,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, 请点赞收藏, 转发评论, 支持一下吧,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,